全国出现了很多例这种没有症状的所谓的隐形感染者 您觉得隐形感染者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的防止 是这样 这个出现不是说很多 但是有 那么这些呢 常常都是为什么他们会给他要做这个病毒检测呢 这一定有原因的 绝大多数原因呢 他跟有这个病的人接触过 或者他去过武汉 或者是去过武汉回来 或者接触过武汉来的人 总有个原因他才去检测 那么检测出来阳性的话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有个别的报道 是有他可以自己治愈 也有可能他会发病 那么有个别的报道呢 他传给人 所以只要是有检测出没有症状 他是核酸阳性的 我们所谓的带病毒者呢 还是要比较注意 他很好的一定的隔离 要重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测出来核酸阳性的话 他们要自行隔离 应该有这样 嗯 有点